還能聞的水準 超好吃 嗨大家好歡迎收看超真少年 有沒有感覺今天工作室的味道聞起來特別香 都有一個香香的味道 好我們來掌聲歡迎我們今天的特別來賓 太跳錯了 這跟香有什麼關係 對啊就是難得我們是一個臭男生的頻道 難得今天有女生上線 現在特別的最懂的一個 對我還特地穿了就是工裝 大家只知道就是 RuRu是一個非常特別的Youtuber 在Youtuber階層真的大胃王 那今天就是早上有跟阿萊斯在我的頻道有合作影片 然後是推薦他自己喜歡吃 並且覺得有特色料理的 有吃飽嗎 有 你有吃飽嗎 有還不錯 我們整個現在超鏘 兩個人要去喝酒 就是飽鏘你知道嗎 Sometimes你的包鏘就是現在這個概念 所以如果大家喜歡的話就可以來看我的影片 要訂閱我 如果你喜歡任何美的東西都可以導入 那不過今天我們特別請到一個大胃王來我們的頻道 今天我們要特別請到一個大胃王來我們的頻道幹嘛呢 當然就是我們要做的就是有關… 吃有關的DIY 可是你不是在做工嗎 跟吃有什麼關係 就是它有分成幾個label成績 台中有工業界有地位的老闆 一定家裡要有一個自己的石板 蛤沒有怎麼辦 那你就不是有地位的老闆 一句話得罪超多人 而且現在中秋節快到了 中秋節大概是烤肉嘛 一般傳統的凡夫廚師烤肉就是 網架然後下面放炭 不行 一個真正男人中的男人 就是該要有自己的石板 跟真正自己的烤肉設定 吃起來會比較不一樣嗎 我跟你講石板烤肉 吃起來的世界是完全不一樣 石板烤肉是一個你絕對不會烤焦 然後它煮起來 它有包含的石頭的溫度 跟上面的湯汁的蒸氣 欸對 因為它好像是沒有炭火 會把你的水氣給蒸發掉 我們剛好又認識一群原住民的朋友 所以他們好像是乾一些石板來 所以我今天是做好 我可以帶回家嗎 當然當然 今天就是要教你就是 如何以後在大胃王的世界稱霸 首先要先做出一個好的石板料理 然後石板它是要去養的 它是要保養的 它不是就是平常這樣烤的那種 好那你在教我做的時候 也順便跟我說 到底是該怎麼包養石板好了 好 所以就馬上就進入主題 如何製作石板烤肉 叫石板 好在所準備石板烤肉的石板之前 首先我們要第一個準備的材料就是 石板 那石板到底怎麼切呢 我們因為今天露露特地從台北趕下來 我們節省時間直接帶大家看到現場 好 石板切回來都長這樣 我們特別非常的貼心 在你來之前我幫你切了一個好勾 這個小勾 小勾很重要 為什麼 湯汁 很多老闆這多年下來研究的 發現就是你要切一個小勾勾 然後到時候它的湯汁可以集中在這地方 有一些你知道清潔啊 什麼也比較方便 石板切回來之後呢 第二件事情我們就是要 你通常我們烤肉下面有炭火嘛 或者是你加熱了之後就很燙 對 所以通常我們外面會做一個鐵架 把它框住 把手 對一個小把手 然後把手它當然不能跟石頭直接連接嘛 你的手把不會直接穿在石頭上 所以我們通常會做一個外面的外框 然後框起來之後再把手把焊在外框上面 那以後你在不管要清潔還是你要加熱的時候 你就可以手戴個手套然後這樣子去移動你的石板 好 所以你一開始要怎麼樣做外框呢 首先你要先量你的長寬多少 OK好我量嗎 對 你知道公分是哪一個嗎 下面啊 喔不錯 好 所以我用公分喔 對公分 然後在所有的金屬界裡面 我們都會用mini去移動 對現在這是幾公分 30 這個就出trouble咧 通常其實一定會多少會有點不一樣 所以你會量每一個版 沒關係 不是我剛剛說的27是29.7 哈哈哈不好意思 如果是師傅的話一定會爆鏡 哈哈哈 所以這個時候啊 我們就會講你要包內還是包外 所以之後呢接下來你要決定你要用什麼樣的外框去包它 好這個時候我們可以選擇啦 你可以用alumi啊 你可以用銅啊 你可以用鐵啊 你可以用無鏽鋼 你要哪一種 不會導熱的是哪一個啊 一定都會導熱 天下沒有 他在那我怎麼把它拿起來 你說銅鐵還有什麼 銅鐵alumi alumi alumi 你想要alumi 對alumi alumi如果你要焊接的時候你就要注意一件事了 alumi它首先使用的是交流電焊接 選擇alumi它有一個問題就是 它雖然alumi比較輕 但它的強度 它的韌度它沒有像鐵類這麼好 哦這還是玄鐵 玄鐵 玄鐵那玄鐵會生鏽 所以是銅喔 銅會有銅綠啊 所以是鋼 不鏽鋼 是鋼 不鏽鋼跟鋼不一樣 這是鋼沒有給我這選項啊 有啊 請他們一下 你可以用鐵啊 你可以用不鏽鋼 好啊那我要選不鏽鋼 好不鏽鋼 好那這個時候我們要選材料 不鏽鋼你要用多厚呢 多厚是怎樣 太厚會太重 太薄會脆弱 可以壓勻 雙鋼 第一次不要沒經驗 好 兩迷你是個好選擇 好 那你知道這個 我們在池上面都會有一些 紅字黑字 你知道什麼意思嗎 就是你在家裡面做櫃子啊 還是你的辦公桌有沒有 大家都會量有沒有紅字 尤其是老一輩的就是老木工 他們一定會看這個東西 那要稱這個池叫文工池 畫文工 然後你知道上面就是有 假設你的辦公桌 總共是 88公分 寶庫 就是你的桌子就會進彩 然後上面會有紅字跟黑字 你知道看哪一個嗎 你知道看上面看下面嗎 呃 下面的紅字好像比較多一點 對啊 你要看哪一個 我們看下面好了 下面 下面是看棺材用的 上面看陽 下面看陰 所以就是以後你做棺材的時候 你就可以量你的身高有沒有 55啦 可以納材啦 一要三代家裡就是 好 回到 回到主題 所以這個時候 好 量迷你對不對 嗯 好 量迷你之後 我們要怎麼樣把它做成一個框呢 喔 我應該要先有個 垂直框吧 這樣子 垂直 因為有個支撐嘛 所以我們要做一個90度的角度嘛 嗯 但是鐵板來 它不會都是90度的啊 除非你買腳鐵 嗯 但是腳鐵它裡面 它的高度就跟你的這個 石板的高度不一樣 請問我們石板多高 你這個看法就知道量起來一定錯 然後師傅就升起來 那是多高嗎 沒有 你要跟它沉水平面啊 老時候不是撥起來好像要 沉水平 沉水平四角 22 2.2 2.2 等一下22還是2.2 2.2 22跟2.2一樣 你是22mini還是2.2公分 為什麼我量起來就24 2.4喔 石板高度不一樣 所以通常你要嘛選一個最高點 要嘛選一個最低點 都可以 這開心就好了 我先跟你講解後面的 就是我們最後要先買一個鐵板 嗯 鐵板之後我們要把它折成這個樣子 好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在工業界裡面 就會寫就是 我們的尺寸要多少 你剛剛量的邊是297嘛對不對 對 但是 你剛剛選了多厚的不鏽鋼板 2mini對不對 對 也就是說 當你今天一個示意圖 當你這個框框 框這邊 框這邊 跟框這邊之後 它是不是左右會多2mini出來 會 所以 把它切掉 所以你的邊要再多加2mini出來 哦 你才會邊才會包到啊 不然你全部剛剛好的時候 它就會合不到啊 因為你要有焊接的地方 嗯 多的可以切 少的不能加 然後 我們通常會再畫一個 長條形的圖案 這個長方形 就是你就會先寫一個 你剛剛的高度是2多少 2.4 2.4 那你的包下面要多少 2.5 包 包下面底下 那折下來這樣子 2.5 2.5 2.4加2.5有多少 4.9 4.9 寫起來4.9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在工業上 就畫出一張圖了 就是 首先我們會畫出一個長方形 這個就是你剛剛 上面加下面4.9 但是因為它會折闖折下這樣子 一個90度的角度對不對 嗯 折起來之後呢 你就會 我們就會寫一個這個 90度角 然後咧 打圈圈 或者是按叉叉 它就是正反折的意思 嗯 你現在都有小數點對不對 嗯 在鐵工的世界裡面 你全部都要用mini 所以 這個長度就是 49 乘以299 然後乘以 多厚2mini對不對 嗯 2mini我們會寫2T 然後ST1 哦 ST1是嗎 Standless 對啊 就不鏽鋼鐵 這個時候你就會 拿起電話 用LINE或者是用電話 跟老闆講 它就會送過來 它就會先幫你切好 然後我們過去的時候就可以拿 但是 在打電話之前你有沒有想到一件事 好比說這個90度 這裡合過來對不對 有一個邊了 嗯 然後這裡合過來了 也有一個邊了 But 重疊 對聰明的小孩 棒 怎麼辦呢 焊接 焊接是切起來 塞 合在一起喔 嗯 剁掉 嘿嘿嘿嘿 這個時候咧 有兩個切法 一個切法 像是這樣 哦 另外一個頭夾包的切法咧 是這樣 好那你要選哪一個 右邊 右邊 頭夾包的方法 對 好之後咧 你把你這個長頭的尺寸圖這樣拍照 就LINE給老闆 跟他說我等一下要去拿這些 好就這樣子 那今天工作差不多了 我們可以休息一下吃點東西 好我們畫好材料單之後呢 我們就要送到折床工廠 帶你去我們一個秘密的小基地 去做折床 但在做折床之前 有一件事非常重要 以前台東的東區 其實是一個非常厲害 中小型的加工重鎮 嗯 然後現在當然是隨著時代的沒落啊 傳統產業的老化啊 所以他們現在也都漸漸有一些分散了 但有一些就是剩下一盞的 不過這邊附近的小吃還是非常有名 非常好吃的 因為這間桌子 就大概是我個人 每次來折床工廠 嗯 那我們剛剛有叫了齁 叫了老闆已經特別準備好了 那他們就 好 我知道這個份量對妳來說太小 我們已經安排老闆 等一下外帶20個回去 沒有啦 我們早上吃那麼多 我覺得大家一定會想說說 為什麼 按照它的戰力來說 怎麼可能這個怎麼夠 但是等到我們影片結束的時候 我們會附上連結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們今天早上 到底吃了多少東西 很可怕 曾經想要拍一集 就是推薦大家吃台灣的工業美食 試試看看 欸不誇張欸 超好吃 是不是 真的超好吃欸 我們印象中的那個臭豆腐外皮 它是幾乎是咬不斷 理還亂 我不知道這句話什麼意思 但是我覺得好像可以用在這裡 哇 真的太好吃了吧 欸它的那個雜 它是完全 我們一般來說像什麼肉 會入口即化 結果它的雜真的是 放進嘴裡直接化掉的那種感覺 欸它的臭豆腐真的太好吃了吧 完蛋了 目前大概排我前五名 好吃的臭豆腐 怎麼會是還有第一名嗎 沒有啦 它是前五名就是 他們有時候 那個民視會上上下下 因為有時候今天炸的人心情不好 而且今天有時候是 就是元老媽媽炸的 那就特別好吃了 然後所以有時候他們 就大概前三名前五名 大概就是一個 差不多的層次 我覺得好吃的東西 我覺得這樣子 就會讓我繼續想要一直來吃 但我現在如果吃太多 我下次就不會想來了 我曾經有想過 其實在我們比較想要推薦大家 就是工廠旁邊的一些小食物 對 不過 不過 你就不怕被塞爆 然後你自己就吃不到嗎 對 用手也一樣 對 我們就是Puzzle上去 好像被人家講的時候 然後那些店就會變成 打完之後 有機會還是會做啦 就是幫大家這種地方的小生意 對啊 當然必須… 我雖然沒有上工啦 但我卻有一種做工的心情 剛下班都來 然後來這裡吃 有一種就是 對 我穿了這件衣服之後 這感覺很不一樣欸 就是手要 因為你要撐邊邊 然後腳要開開 然後想一下 那這樣只一盤多少啊 六顆65塊 五顆55塊 我要吃這樣最後一塊囉 請吃… 我很常吃 以後常來台中盡量吃 現在就不信中 臭肉品有台品嗎 他直接爬到我第一名欸 真的喔 台中會很好 因為我一直以為 我家那邊已經是最好吃了 沒想到就有直接表達 我覺得你這算是 難得就是美食家大為王的讚賞 而且你剛剛 他剛其實早上吃一大堆東西了 他現在能夠把整盤幹完 我覺得真的是超厲害 真心好吃啦 欸真的欸 我覺得在這裡吃超爽的欸 嗯 吃完 耶 好 我們趕快立馬去看你的那個材料 走 拿材料 切桶切完之後 第二個就是我們要把它動標 好 我們剛剛不是有講說那個45度的地方 就是我們要切一個小角 所以之後呢 我們會旁邊把它這個旁邊的小角 把它切掉 切完之後呢 再折床 把它往上折 這樣就可以了 好 下個步驟走 下個步驟走 下個步驟的時候 我們第一個就是獨角 就是要把旁邊的角切掉 所以這個時候呢 一樣我們就把它抵到旁邊 因為我們都幫你調好了 好 所以抵住旁邊之後呢 腳上腳踏板往下踩 然後就看著它 眼睛都要對著你的切台 好 這樣就切出一個小角了 很可愛 然後我們剛剛把材料切回來之後呢 來給大家看一下我們剛剛切的材料 就像長這樣子 就是總共有一個切板的 跟整成腳鐵的鐵板 對 通常回來的時候 我們會稍微把旁邊稍微抹一下 然後或者是有腳鐵抵到的地方 我們會稍微給它 是怕刮到嗎 怕抵到 好 我們現在來用立像工程抄給大家看 我們剛剛畫的圖其實就是為了這樣子 然後你說獨角的手段 對 這樣子 合在一起 有沒有 舒服 有 就是這種強迫症的感覺 所以等一下我們就反向的時候 表示剛剛兩個很準 反向了之後呢 我們剛剛也把8Mini的圓條也折好了 等一下反過來就有點像這樣 就是我們把它燒焊在一起 所以這是頂部 對 這是頂部 因為它的底部拉起來才會有一個受力 所以接下來呢 我們等一下稍微把旁邊的邊邊稍微抹一下 好 關於殺輪機的使用小學 各位朋友大家可以回到我以前的頻道上面去看 就是我們使用殺輪機 那我們就不多的介紹啦 直接馬上開始 好 我們把材料都處理完了之後呢 我們這樣研磨的這部分就可以結束了 現在我們就進到焊接的這部分 焊接的部分我們這次使用的是 TIG雅氣焊接 這個時候呢你就要準備面罩 皮手套 外漆的焊接槍 然後重點就是你要穿上防焰火的皮衣 或是防焰火的工作服 好 開始 人間第一次焊接 什麼鬼 其實這很有天分耶 第一次焊 好 收工 你知道 以後有機會我們會在你的頻道裡面 我一定會多使用它 我可以自己拍SMR 好玩嗎 工業的世界 對 如果大家就是 對於工業有相關的物語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那如果你是一個也喜歡工業的朋友 或是其他YouTube頻道的頻道主 你也可以歡迎來我們超人同頻道 來跟我們Feed一下 最後大家就是也不要忘記了 就是多多去支持我們 大衛網路的頻道 謝謝 然後所以有任何的工業相關的問題 都可以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你會講的是你早上講起來好順 喜歡我們的頻道怎樣 如果喜歡我們頻道的話 也別忘記幫我們按讚 按訂閱按鈴鐺 還有追蹤我IG跟粉絲 如果可以回來不如直接想出去 那我是Lulu 還有我是誰 導演少年 好 掰掰 下次見 掰掰 那你從以前到現在拍過這麼多大尾網的食物 你自己會做菜嗎 其實是不太會 但我覺得有那種很懶人包的方式 我只要把食物丟上去可以熟就好 但微波爐我覺得很方便 你該不會叫我做微波爐吧 微波爐可能要花一點時間 雖然我們最近跟何能研究所有一點交流 不要看一下 不要不要看一下